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也很有艷福 是的 這部戲裡面 我和我三個女生 是有情慾戲 是的 就是 是的 是不是大爆艷福 但是和Irene多不多對手戲 和Irene是最多對手戲的 在裡面 例如我們那些 今次其實 我是第一次正正式式和她合作 在她身上 其實我真的學到很多 很多東西 例如 這個角色裡面 她教我怎樣去 用每個眼神 去講一個對白 可以去演繹那些 易正易邪的感覺 和她 當然也和她拍情慾戲 情慾戲的時候 她也引導我 令我可以放開很多 如果不是的話 拍一天都拍不完 會很尷尬嗎 跟她熟 其實是 因為一開始 我也挺尷尬 因為我不是很多 還有現場裡面 有一百多個工作人員 其實剛開始 真的有點尷尬 反而是Irene 令我放鬆 她說 你應該怎樣做 你應該怎樣做 她也是 對我很好 每天對整個工作人員 也都令大家 一個舒服的狀態 完成每一場戲 現在拍完戲 可以主力去籌備這個表演 是的 現在最主力 都是去籌備這個表演 因為 對於我來說 這個是 一個人生大事 我大概知道 這個消息 到現在大概 都是十幾天 對於我來說 我還未消化得來 因為是 第一次很緊張這個表演 亦都不想令到樂迷失望 那麼自己 第一次做表演 亦都很興奮 亦都覺得是 人生的一個 高點 是 Steven 都說 就是怕 你旁邊有一個 對比 是 就是說 不知道兩個月內 搞不搞 都沒什麼所謂 都 有對比了都十幾年 都 都 有時候心想 其實人家 都習慣了 我們兩個 有那個對比 是的 因為之前 有很多人都說 你叫他減一下 我反而 我就沒有很強調 這件事 這一兩年 因為我覺得 如果他是 瘦一點 健康一點 但是又 肥都挺可愛 那麼 他在台上 又開心 帶到一個 很好的能力給人 其實我又寧願 他 他很瘦 而又很憔悴 那樣 但是你自己做運動 就是 保持著開心的 是 我自己 我自己 因為 或者又 貪美 不是喜歡做運動 因為我覺得做完運動之後 人其實精神了很多 還有 那些 反應 靈活了很多 那 對我拍戲 都很大幫助 我很喜歡自己 好像輕輕一跳 跳到高台上面 我覺得 我很喜歡自己 這樣的狀態 就是 大家的 要求不同 我想是 有明顯出海 是否可以 跳得起 有啊 都上手得 都很快的 就好像我 今年去了滑雪 又去了 學 都很快 都很快 跟千羽都在這段時間開始做 是 因為 千羽BB 他很喜歡別人叫他BB 然後 還有 還有 吳卓熙 還有 Bosco 我們最近一起 拍一套電視劇 差不多 朝見口晚見面 都 見到都幾艷 其實 大波很開心 就是 跟他們一起去玩 那 特別 吳千羽 跟他出海更開心 就是因為他特別瘦 那我站在他旁邊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推得特別大隻 那我就 我說 好拍檔 好拍檔 這個